老爷老爷早安午安晚安 有新消息啦 英特尔第11代桌面处理器还是14纳米 制作工艺的落后一度被AMD赶超 今天有消息称 英特尔准备预定台积电18万晶元的6纳米产能 英特尔面向HPC的XE高性能独显 有可能改用台积电的6纳米供应生产 那是生产完了 英特尔还是执着于用自己的分装厂 这部分并没有打算外包 结合之前的消息来看 英特尔的XE架构独显DGE 使用的是自家的10纳米供应制造 今年年底上市 拥有96组EU单元 一共是768个核心 基础频率1GHz 加速频率1.5GHz EMB2级缓存3GB显存 TDP为25W 预计DGE的性能与GTX950相当 比GTX1050差了15%左右 之前爆料的一款高性能GPUDG2 会用上台积电7纳米供应 现在来看应该是7纳米改良版的6纳米供应啦 2020年美国施压台积电 华为产能在9月份就结束了 苹果转向5纳米产能之后 7纳米和7纳米加的产能就要空了出来 于是AMD将7纳米7纳米加的芯片订单增加到了20万片 而得益于英特尔和AMD的订单 台积电2021年上半年先进产能将维持满载 那么对于英特尔AMD战2021年 老爷你怎么看呢